这个后港,那个685跟682之间有一条路,政府有坐上面挡雨的那个路顶,可是他们在那个凋谢路有给人家走路,为什么不要划上那个斑马线呢? 刚才我偶尔看到一个老人家,他一点被车撞到,因为每个人驾车的人都有一个心理嘛,对不对?你划一个斑马线,人家会小心,驾车的人没有看到斑马线,他们的心里是说,哇,这些人过路没有看车,不可以,我希望政府能够划斑马线,这个是小事情,不过大问题,发生的时候就变成大问题了。 我要爆料 我要爆料 无论是邻里社区的大问题,或是市井小明的小困扰 你的情报是我们的线索 城市线人,你爆料,我报道 城市线人,我是邱生阳 我是海力 是的,今天我们收到了Mr Ng的投诉呢 我就跟我们的数码记者海力来到我的家附近的这个行人过道来,实际地了解一下 Mr Ng是说,这个新建的这个有盖行人过道呢,是非常方便 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斑马线,你发现到吗 是的,那的确是一个问题 那我要使用这个有盖走廊过马路,但是没有斑马线,怎么办 为什么没有斑马线,因为再过50米还不到 就有一条用了十多年的斑马线就在那边,连接了祖屋区 还有这个Algong Bridge的购物中心 所以这两个过路设施都在同在一起 那为什么不要结合起来这一个问题 就是啊,为什么不要合在一起,就方便了嘛 而且海力也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有盖走廊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危险 对,就是它下面啊,你看那个路旁啊 通常如果有盖走廊下面是一个过道的话 应该是一条无障碍通道 但是这里却不是,为什么 那对于这个使用轮椅或是购物车 那么身体比较虚弱,拉不上购物车的朋友 会造成一个很大的这个障碍 我们先访问一下这里的居民 看看他对这个过路设施有些什么看法 有些什么困难好不好 Además,平时都已经要走到侧者 请你帮相同学来做风格 叫明儿子 registration 行临industrie 减在一个系统处的 handjob 麻烦 那你飞车,我就不会来过啦 为什么我不要开了 read Terms 我很少有帮 솔직 哎呀,邮馬线 可是你做了洗 人家下雨也是要过的嘛 对啊,不要放电 只是 所以 エリInstagram又是有帮马线 对,一个就好,不需要那一箱 老人家就不泡便了,这个是真的 这里的车会不会让你,因为这里不是斑马线 对,因为它不是斑马线,它肯定不让你的 它有的过,它就过了 所以如果有风大搞的,它会停下来的 就是希望啊,这里能够做一个斑马线 上面的斑马线换过来,有人比较方便,比较安全 然后那个,做一点小斜坡 方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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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托力 这个车可以顺便的上下,这样子 对,脚没有力,很难 很难爬过来,对,对 因为它脚有开刀 有时候要上去,没有力就跌倒 其实你会为了说安全过马路,去那边使用那条马线吗 又没有力,又要走到那个 就是,而且下雨天就不会临到雨 那边马线不会临到雨 看起来这里的居民真的是十分幸福 他们在过马路也有多种选择什么能力 是,你看,可以使用这个斑马线安全过马路 或者在下雨的时候,你可以选用这个有盖的通道 那你就会临到雨,就能够过马路 但是呢,有问题 我希望两个可以合二为一,不是更好吗 是的,居民有这样的一个热气的盼望 能够把这个有盖走道跟斑马线合一为一 同时把有盖通道的走道改为这个无障碍的设施 就是方便轮椅使用者去使用了 对,老少都可以使用,使用方便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现象有关方面 能够多加注意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记得点赞,留言 或者分享出去 城市性能,你爆料,我报道